好好地把身体养一养 来 我们兄弟俩 再次感谢战兵兄的关照 我们也前辈关照 客气客气客气 怎么样 啥都没有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发现 没有 什么也没发现 今晚 我们就在这里素颖 等着二牙子带回消息 走 到上面说一下 我去俩找找吃的 走 看来 林医章他们在这里 跟敌人遭遇了 那么多脚印 那么多蛋壳 还有山泡的影子 这说明 他们和张岳霖 和陈静元在一起 所以才会 准备准备准备 才会凶多几少 还有 没事吧 没事 好吧 好 八年时散 数天相聚 一切都恍若隔世 唯一真实的 似乎只有生死相约 我会等你 一直等你找到我 你说我 你会等我 一直等我找到你 对吗 道歉 定然是虎穴龙潭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张岳林坚定的脚步 他不但要完成作为军人的任务 更要去赴生死的约定 只是陈俊颜会在那里吧 重返敌营 他的信念是否会再次动摇呢 别动 这个小店周围我都看了一下 还算是安全 后院还有个小门 这窗户底下踏上屋檐就可以到后面的箱子 你看 你看 这是水仙画的四十四师师部的团队团 庆贤在去守备团之前一直在师部做参谋 所以我们一直住在那里 他的后院是个军官宿舍 所以我认为陈俊颜一定会住在那里 沈仙 你记忆里真好 慢点 请打打 赵教教员 我看见陈俊颜了 在师堂镇 在缺儿山下的公路上 你怎么知道他是陈俊颜 你又没见过他 我装成砍柴的 混到公路上 看见一群贵军 护送一个穿中央军服的 军衔是中校 他们称呼他陈掌管 我想应该就是他 马队护送他们去道歉了 岳林同志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换件衣服 你什么时候还藏了这么件衣服啊 什么我藏的呀 水仙的 我挑了件大的 怎么样 还行吗 挺好的 像是你自己的 像吗 总该将近十年没穿气泡了 谢谢 一直给你留着的 谢谢 慢点吃 多少教导员 缺儿山那里 确实有人在射埋伏 幸亏老科见你 否则我们就走缺儿山了 枪水打得很激烈 连炮都用上了 我当时正在山上 想看看怎么回事 下去的时候 那儿已经不打了 不清楚他们在伏击谁 我在公路上的时候 除了看见陈俊妍 也没看见他们抓到谁 晚上我到山药的时候 那里却是弹壳 还有子弹 还有血气 这就奇怪了 那里打了一仗 这里也打了一仗 既然陈俊妍去了道县 现在不管 林营长他们在哪里 只要活着 他们一定会跟他道县 我想是他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去哪儿啊 我们的人物 是把陈俊妍 带到湘江一席 闲事找不着 现在既然知道 陈俊妍去了道县 我们就得去 不管是去增援雷长他们也好 是去抓他也好 总之得去道县 集合队伍 马上出发 是 上面集合 老柯 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只能晚一点 见到儿子了 不着急 完成任务是首要的 好 好 相抗那边有个小门 跟你图上画的一模一样 直通手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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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啊 护士 你出去 小白啊 我们终于可以 不在这儿受这个罪了 杜主任来电 说这件事情就此打住 命令我们全队撤回宁宁 道县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这杜主任都说打住了 你怎么害 白营长在道县有没有消息 我真是哪里没办法 道县那边 白营长一直在监视呢 陈静妍住在贵军的师部 到目前还没有启程的意思 没有办法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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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很容易 好 让开 准备 你们俩进去 老郎 你去悄悄地把孙雷叫回来 你去跟着 好 小少白在那儿来了 那个白营长还记得吗 看来他们没有把守的意思 他们好像是过去看戏的 那个白营长来了 他认识你 孙雷 你陪张亮俩进去 好好的 大哥 小心太近 嗯 高队 那你也不知道 高队 以后 订借 你 你 然后 你 ords 光是似乎 俊阳哪 每次我来道歉 只要一有空 我就来听声集曲 什么烦恼啊疲惫啊 瞬间就消失了 剩下的就是听戏 大哥 那要是出了这个戏源呢 出了戏源 这曲儿啊细的 瞬间又消失了 剩下的还是烦恼 先生 您的茶 这就是哪里 他会说 我点凯备 了 不 要我 不是 好 这样 这茶不错 你真热喝一口 取阴绕梁 软语无浓 眼前的一切对于经历重重劫难 疲于奔命的陈俊妍来说 本该是万分受用的 可不知为什么 他却无端地怀念起 和张月灵一起经历生死的日子来了 难道自己真的如谭主任所言 才经历着不知不觉的褪变 没法下手 怎么啦 我想上个厕所 就在那边 好 长官 厕所在那里 等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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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来来 来 黄老头怎么啦 又换你来了 你说黄老头 他论辈分还得管我叫成二爹呢 是吗 站住 这里不能进 不是 这可是军外住地 厨房在这边 对不起 管给我说话了 我是昨天从食堂过来 请看看他 没想到喝了两盅酒之后 你说他拉肚子呢 你说害得我今天也没走得了 杉安 我说的清晓太太来了 来了 慢慢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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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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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出什么运了 好 见到了吗 见到了 但是没有说上话 萧少白的人企图接近 被警卫阻拦 这种地方他们不会下说的 这是事的 这是事的 下手最好的地方 应该是接手 发生东西 保护特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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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走 快 撤 撤 来 来 来 抓住 走 来 走 来 来 走 来 快 走 快走 快走 萧少白这么一动手 不知道对咱们的行动 是有利还是有弊 就看孙蕾的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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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发现的是两个人 一个逃跑 一个被逃跑的人击毙 从死者证件上看 属于中央军 缴总司令部 直属特务团等 这些混蛋 竟敢在光天化日时下 实施刺杀 简直是无法无天 命令 县城内要实施戒严 盘杀所有可疑的人 特别是师父驻地 要加强警戒 是 俊妍啊 为了你的安全 在你去南陵之前 请不要离开师父驻地 这不是软件 请你理解 执行 是 马上不执 真是邪了 好在两位长官 都安然无恙 这妈的 抓萧绍白比抓贡军还难 邪了门了 是 紫妍呢 你就在王市长这儿 好好地养养身体 等南京的文件一到 你即可继承 我居然成为自己人 刺杀的对象 可笑啊 从一入归就开始动手 这些天 所谓的营救部队 没有一天在营救 就是他妈的 在刺杀呀 我每天在逃啊 躲呀 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是谁了 是委员长派我 入归来联络的 不是我要来的 我得罪谁了 为什么这样 不依不着地置我于死地呢 爹 把我逼急了 我偷跑红军去 爹 你 我知道你这是气话 我也生气 你放心 我一定向南京报告 直接向校长报告 绝不再姑息养间 等你见过白长官之后 就回京 我哪儿也不回了 我哪儿也不去了 我就去找少少白 让他把我弄死 成为铁证 让他把他全完蛋 军爷 军爷 你 军爷 是军子啊 但是被人逼急了 这帮混蛋 早晚把党国给毁了 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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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兄弟啊 哎呀 跟你刚才那口音 好像是河南开封的吧 开封姓花营的 姓花营的 哪个村的 鱼姓村的 这越说越近了 俺是鱼园的 你是鱼园的 对 离我家只有半里的 说的就是嘛 你到这来干嘛了 这从南床北做生意 到这边来串亲戚来了 这帮个门 你没想 帮助于老乡 老乡 老乡 老乡欠老乡 躺眼泪汪汪哪 快去休息吧 哎呀 下岗出去喝一杯 我到晚上才能下岗 疼你啊 好 好吧 好 敢问兄弟贵姓 免贵姓牛 刘宝 刘宝兄弟 哎 怎么了 哎 这不曾家岗哨嘛 这是谁啊 哦哦 他是我老乡 哦 老陈 我走了 好 晚上见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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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去 快去去 快去 走 走 快 快 快点快点快点 什么事啊 收拾 为什么要收我啊 我没没什么 闭嘴 我想收谁收拾 我什么都没有 闭嘴 收 哎 你怎么不收他呀 哦 我知道了他那个是 系园子老板的儿子呗 所以你们不收他 你谁啊 我长官啊 下午一注意点啊 走 走了 好了 陈长官 别生气了 陈长官 您消消气 你 好好休息一下 吃饭的时候我叫你 干吗 水下澡吧 你这画得太准了 一共有四个门 你看 这个最小的门 都画得这么准 哎 你看什么呀 看这后门没有 这后门画得更准 你看什么呀 进了后门以后 经过一个篱笔墙 篱笔墙这边就是厨房 你看这厨房画得多准 然后这块有个小门 这个门里边住的是军官 这个房间 看着没 这儿是陈俊元住的地方 这个门位啊 还是我一老乡 你不瞧不瞧这个 老伙 别说你还真行 就从后门看了一眼 那个宋菜老头 你还跟人攀上关系呢 还取代了他混了进去 最后逼着人家那老头啊 管他叫二叔呢 人家那就是老家 就那么称呼的辈子 哥 那个中央军的营长 和一个随所 趁着戒严昏出城了 这一戒严吧 对我们有利也不利 有利的是 中央军不敢进城了 不利的是 现在我们的行动 也受限制了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石部里边戒备森严 增加了不少耿哨 如果咱们这时候 要是翻墙啊 走后门什么的 我估计选 现在最主要的 是要借到陈俊元 看看他是什么情况 中央军这么一折腾吧 他也肯定不能 像今天上午那样出来了 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 进到石部了 好 陈俊 我倒有一个想法 你有想法 你你你这想法最好是跟你无关啊 提借一些啊 我的想法一定跟我有关 我哪提得出 跟自己没关系的想法呢 那你别啊 你 你 这画图跟你有关 你有多少想法都可以提 只要你不提出来 那个出 出这屋子的那个想法 有多少提多少 可是我的想法 必须要出这个屋子 那不行 那个 要是离这屋子不远 也 也 也还行 可是不远怎么到师部呢 师部离这儿还远着呢 到师部 你行了行了 你别想了 别提了 怎么可能到师部 你 你别提想法 可是刚才你说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要看到陈俊妍 他现在初步来 你们大家又都进不去 怎么见面呀 怎么见面 我们会有办法的 你就不用操心了 行不行 不是 你们都别看着我呀 你们也想想 动动脑子呀 你别 别急啊 想着啊 我都想出来了 你也不听人家把话说完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 她就 行了 你听水仙说说她的想法吧 就是啊 你听嫂子说完 听了你再训我们 人家刚说这不行那不行 还没想开口呢 是 是 水仙 你说 那那那那那那你说吧 说 说完我再否定呗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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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了 嫂子 我的想法是 你看 我既不用翻墙进去 也不用从后门进去 因为我和师父的门岗 都很熟 我什么话都不用说 我只要从这门进去 就可以了 那你也不想一想 傅同现在正在被通缉 你去了还不把你抓起来啊 通缉是张希寿搞的事 师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起码蒙岗不会知道吧 何况我就去一会儿就出来了 不会有人知道的 那那那那你有没有想想 万一碰见王朗宾呢 我不碰上不就行了吗 他是在办公区 我是去宿舍去 再说了 如果我碰上他 我直接说我就是来找你的 静贤失踪了 我管他要人 他能把我怎么样 是 那个 哥 我 我觉得 嫂子说这个还行吗 你可以 是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个王湛宾吧 他 不是 你 你真觉得你碰上这个王湛宾 没有什么危险吗 他是我和静贤的中婚人 现在出了问题我找他 这是在情理之中啊 我觉得可行 让水仙进去 先跟陈俊妍见面 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 来做下面的安排 我觉得张连长说得有道理 有道理 是吗 我觉得就可以这么办了 行 那你那那那你试试吧 你看 你看 还不让人家说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是那样 就他一个人说的算 所以说 还是月琳昨天说得对 他就是大男子主义 骂得真对 对 亲妈 亲妈 来 对 骂得对 骂得对 水晶嫂子 你怎么来了 这是月灵药给你的 她在哪儿 在客栈里 这里太危险了 这里到处是中央军啊 我们迟到 你先坐下 我给你写回条 好 谁啊 陈长官 我是有位啊 有事吗 南京来店 说文件今天晚上就送到了 就是告诉你这个 我知道了 我有点不太舒服了 想休息一下 好 那您好好休息 晚饭的时候我叫您 谢谢啊 来 我不写回条了 我口述吧 我听着 泣泣 第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湛斌怕再出事 已经把他软禁到施部里了 估计明天会派重兵 护送他去南宁 明天 他还说 想见你 怎么见 今天晚上让我帮你带进去 怎么了 那个张副官 他们一直跟在你们后面 看着你们进了轻战 你是说张又微发现我们了 他在外面待一会儿就走了 是吗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张又微和静贤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是吗 是吗 走 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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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你不说他们在这儿吗 我刚才还看见他们了 他心里都不在了 赵他没见了就跑了 还有他们来的四个男的 两个女的 华健 你不说他们在这儿吗 你到楼下房间去看看 还有没有人在 好的 四个男的 是啊 一共六个人 昨天晚上一起上来的 这个 你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他出来了 我害怕 你拨在这儿 你跟着人 这就在那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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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